当年被我甩了哭得要死要活的前男友 成了我的顶头上司 同事展示PPT 讲述项目创意时采访总裁 就比如说 总裁 如果你在见到前女友你会对她说什么呢 总裁看向我 嘴角抽动 我现在腹肌胸肌都有 体力也具好 全场沉默 只有我脸颊滚烫 周牧晨一脸淡定地说出这话的时候 会议是鸦雀无声 但是公司八卦的小群里 已经热火朝天 想看看老板的八块腹肌 老板真没拿我们当外人 所以当初是谁甩了这个钻石王老五啊 真 不识好歹 我眯起眼睛 危险的目光直直地射向周牧晨 后者一脸坦荡 甚至看上去有点暗爽 和当初要死要活抱着我不让走的心碎小奶狗 判若两人 这个提案做得很好 散会吧 那周总 这个项目由谁去跟进呢 周牧晨修长的手指在下巴上轻轻地摸索 看似在思考 只有我知道 他没憋什么好屁 果然 装不作样思索两秒后 周牧晨指了指角落里正准备收拾东西跑路的我 江主管 这个方案就交给你们部门吧 我抽了抽筋 我抽了抽嘴角 尽力保持着得体从容的微笑 我是很想接了 但是我们部门还有一个项目到了关键时期 我怕人手不够 侧面意思就是你别来沾边 周牧晨头疼的样子捏了捏自己的眉心 我知道有些为难江主管了 但是你知道的 这个项目对我们公司很重要 好好好 道德绑架是吧 所以 我决定亲自加入你们部门 一起跟进这个项目 你他众人的目光都聚焦在我身上 我生生咽下了到嘴边的脏话 周牧晨眼神亮晶晶地望着我 一股子猫腻的味道在我们之间蔓延 不妙 那就辛苦周总了 明天见 维持着脸上一贯的高冷 我迅速收拾了笔记本 离开了会议室 干 这个心机难 假公祭司 回到办公室 给自己灌了一杯冰水 口袋里的手机震个不停 大家彻底放飞自我的 开始讨论周牧晨的那位神秘前女友 和他们的爱恨情仇 叮 小道消息说 周总的那位神秘前女友 就在我们公司哦 你就差报小林总的身份证号了 林大小杰和周总一看关系就不一般啊 林北宇宙独美加入群里 跟周牧晨不熟 物Q 小林总好 我无语地抽了抽嘴角 这个唯恐天下不乱的死丫头林燕燃 似乎很享受这种八卦的氛围 直接放出一张周牧晨大学时期的照片 纤细的少年若柳浮风 大家大气都不敢喘 此时说什么好像都不对 倒是始作俑者林燕燃 在群里无情地曝光他发小周牧晨的黑料 周总被抛弃 就是因为他是一条细狗 群彻底冷了 门外传来一阵窃窃私语 呜呜呜呜 感觉要被灭口了 谁把小林总拉进群的呀 我压下鹅角的青筋 拨了个电话 拨通的瞬间 一道轻力的女声响起 怎么了宝 楼下咖啡厅 十分钟 滚快点 咖啡厅内 林燕燃坐在我对面 一口蛋糕一口咖啡 你今天在群里发生神经 我揉了揉发胀的眉心 林燕燃大意凛然 为你扫清和周牧晨复合之路的所有误会 我直接抬手弹了他一个脑瓜崩 谁跟你说完 要跟周牧晨复合 林燕燃捂着额头 呲牙咧嘴 你这个毒妇 对周牧晨嘴毒就算了 现在还对我下毒手 喝了一口冰咖啡 压了压火气 我对这个思维跳脱的大学室友 兼闺蜜 是毫无办法 我和周牧晨已经分手了 那些流言蜚语不搭理 也就过去了 林燕燃痴笑一声 是是是 都会过去的 不知道是谁分手以后 天天买醉 喝到未出血哦 我沉默 林燕燃继续搞事 而且周牧晨自己也说了 人家现在八块腹肌 体力巨好 你不想试试 我的脸红得能低血 他没腹肌的时候 其实也不差 又威逼力诱了一番 还在沉迷科CP的林燕燃 我才回到办公室 刚打开门 就看到一抹熟悉的身影 上班时间 你去哪了 周牧晨眼角下压 委屈巴巴 你来我办公室干嘛 我掠过他 静止坐在椅子上 开始翻看项目文件 咱们毕竟马上就是朝夕相处的伙伴了 来提前联络一下感情 周牧晨双手撑在办公桌上 和我对视 周总要是太闲 可以去分公司寻查一下 我不着痕迹的一开视线 周牧晨自来熟的 给自己拧开一瓶水 脖梗扬起 喉结滚动 一滴滴水珠有意无意地从他嘴角滑落 晕染在他雪白的衬衣上 我的视线不自觉地撇向他敞开的领口 真他娘的性感 我咽了一口口水 一直住想扯开他衣领的冲动 你脸红什么 放下水瓶 周牧晨无辜地眨巴了一下眼睛 你自己心里没数吗 内心将周牧晨辱骂了千百遍 面上依旧神色淡淡 空调太热了 上火 周牧晨看着墙上显示着22度的空调控制面板 笑得意味深长 而我连耳尖都是红的 妖孽 比从前更妖孽了 第二天一早 坐了一晚上 奇奇怪怪梦的 我顶着两个黑眼圈来到了公司 桌上已经放好了早餐 我们部门每个人都有 群里炸开了锅 周总请大家吃早餐 啊 是街口的敏忌茶餐厅 去说贼贵 神仙老板 我看着群里大家发的早餐 又看了看自己桌上的豪华版 都是我喜欢吃的点心 你还别说 心里暖暖的 林嫣然显然已经成为群里的积极分子 走在吃瓜一线 不会周总喜欢的人也在咱们部门吧 他这话一出 激起千层浪 小林总你是不是知道什么 这是拿整个部门打掩护追悔旧爱 怎么办 我想磕CP了 林嫣然发了个贼溜溜的表情包 然后把我单独圈了出来 江主管 你觉得呢 我差点把手里的杯子捏碎 打开和林嫣然的聊天框 我觉得你是不想活了 林嫣然 害羞搓手 Jieff 周沐晨推开我办公室的门 江主管 一起吃午饭吗 我一脸杀气抬头 你很闲 周沐晨一愣 随即又委屈了 是我打扰你了 这是我一大早起来炖的汤 就放桌上了你记得喝 说完他把一个保温饭盒放在我办公桌上 丧没大脸的转身 落寞的像被主人遗弃的小狗 我叹了一口气 等一下话还没说完 周沐晨已经在我对面拉开椅子坐好 我就知道你还是在意我的 快吃吧 不然凉了 玩归玩闹归闹 工作不能开玩笑 作为项目的负责人 我和周沐晨几乎天天加班到深夜 但高强度的工作 一点都不妨碍他坐腰 江主管 空调太冷了 江主管 这里有个细节 需要改一下 江主管在他今晚第八百次叫我后 我压抑许久的小宇宙 终于爆发了 两根手指捏住他 还想叠叠不休的嘴 咬牙切齿 再逼逼赖赖当场就办了你 周沐晨黑黑一笑 修长白皙的手指一道衬衣的领口 解开两颗扣子 胸肌线条若隐若现 别客气 天气预报说今天是晴天 但半夜突然下起大雨 站在公司门口 打车平台上迟迟没有司机接单 一辆黑色的 宾利丝滑地停在我面前 周沐晨撑着伞走到我面前 我送你回去 看了看逐渐变大的雨势 丝毫没有停的迹象 苦谁也不能苦自己 我跟着周沐晨上了车 车内只有大雨敲击车窗的声音 我靠在窗户上昏昏欲睡 迷迷糊糊间 一只温暖的手将我托着 靠在椅背上 异样的触感让我惊醒 睁开眼就对上周沐晨 那双琥珀色的眼睛 我甚至能感受到他的呼吸 我怕你磕到头 在睡会儿吧 到了我叫你 好 哼哼唧唧地回应了他几句后 我又窝在座椅中睡了过去 车厢里是久违的周沐晨身上 温润的木质香气 冰凉的手背 似乎被一处温暖覆盖 算了 随他吧 江江 外面雨好大 我撑着头 看着对面可怜兮兮的周沐晨 今晚可不可以住你家 我就知道 暴雨天 开车很危险诶 见我不说话 周沐晨又往我跟前凑了凑 你送我回来 怎么不觉得危险 周沐晨随即露出一个明媚的笑容 只要江江不危险就行了 我没关系的 靠 他这样 显得我很卑鄙 既然你不方便 那我就在车里凑合一下就行 正好明天还能送你上班 好一个以退为进 我深吸一口气 晚上你睡沙发 好嘞 周沐晨美滋滋的跟着我熟门熟路地上了楼 我先洗澡 你自己玩会儿 等我洗完澡 周沐晨已经煮好了红糖浆茶 放在餐桌上 我又没淋到雨 喝这个干嘛 周沐晨眉头微醋 你生理期不是快到了 文言 我的脸又是迅速涨红 以前还在一起的时候 每到生理期前几天 周沐晨都会提前给我煮红糖浆茶 我接过他手中的杯子 坐回沙发上 小口小口地喝着 蒸疼的热气熏得我脸颊更烫了 我睡觉了 你也早点休息 周沐晨看似乖巧地躺在沙发上 但我总觉得 他不会这么简单地结束 窗外想起第一道惊雷的时候 周沐晨抱着枕头 敲开了我的房门 江江 外面打雷了 我就知道 一米八五的大男人 怕打雷 从前一道雷雨天气 他就窝在我身边 一整天都不动弹 我可以睡这里吗 我翻身坐起来 刚想拒绝 就看到周沐晨惨白的脸色 终究还是心软了 在心里唾骂了自己一句 我默默往旁边挪了一点 又不是没睡过 在床中间放了一个枕头 我眯着眼睛 警告周沐晨 不许过线 周沐晨乖巧地缩在一旁点点头 我克制住在他头上揉搓的冲动 翻过身 背对着他睡觉 不知是不是姜茶喝多了 我燥热地睡不着 身旁的周沐晨 呼吸平稳伸长 想必是睡着了 我借着窗外月光 对着他睡一下的身体 鬼鬼祟祟地伸出手 八块腹肌 耳听为虚 眼见为实 单薄地睡一下 坚实的肌肉触感 这小子果然没骗人 就在我不安分地为所欲为之时 一双手突然钳制住我的手 姜姜 你在干嘛 黑暗中 周沐晨的眸子亮晶晶的 我立刻装作半梦半醒的模样 啊 我眼镜呢 周沐晨被我拙劣的演技逗笑了 伸手抽走我和他之间的玩偶 将我揽进怀里 睡吧 我不告诉别人 自从那晚以后 我和周沐晨的关系 悄悄发生了改变 他依旧天天来我办公室报道 只是我脸上不再只有冷漠的表情 偶尔也会给他倒杯水什么的 项目也临近收尾 正是交付那天 整个部门都松了一口气 这单完成后 大家的年终奖都会翻一翻 这段时间大家都辛苦了 要不我们组织一次团建 周沐晨依旧赖在我的办公室 翻看着旅游攻略 我眉头一跳 首先 你不如给我们放几天假 我抽走他手里的杂志 其次 周总你没有自己的办公室吗 周沐晨别了别嘴 睡都睡过了 还这么别扭 我眼睛一扫 周沐晨默默闭了嘴 但我没想到 大家比起休息 好像更喜欢带新度假 周总说 下周不上班 带我们去三亚团建A 这是什么神仙老板 一生追随周总 看着群里大家如火如荼的讨论 哪里好吃 并且在互相分享泳装链接的时候 我沉默了 周沐晨是懂怎么拿捏人心的 但我忘了 群里还有个响科 CP响风的林嫣然 临北宇宙独美分享链接 性感比基尼 at江江江江 这条很适合江主管 at周沐晨 周总你觉得呢 周沐晨 林总眼光一向很好 周沐晨 at江江江江江 买吧 公司报销 at所有人 你们的旅行装备公司 也一起报销 办公室外 欢呼声一片 我只觉得 头都要炸了 周沐晨包下几栋度假别墅 同事们三三两两组队 选好了房间 只剩我和林嫣然 还有周沐晨没有选 剩下的一栋别墅 只有两个房间 我看着桌上的两张房卡 又看了看面前 不怀好意的两人 嫣然 我晚上和你住一间 林嫣然笑咪咪地点头 好呀好呀 那周 总您就住楼下那间 周沐晨乖巧地接过房卡 员工们自然也不愿意 和领导们住一栋 这么安排 大家都很满意 傍晚 大家围坐在沙滩的篝火旁 玩游戏 真心话大冒险 我和周沐晨并排坐着 眼见着酒瓶对准我停下 主持人是居心叵测的 CP粉头子林嫣然 选吧 真心话还是大冒险 我眉头一跳 真心话吧 林嫣然黑黑一笑 将主管谈过几个对象 我淡淡一笑 没数过 数不清 一旁的周沐晨 脸色一黑 林嫣然鄙夷的看了我一眼 不老实说的话 我可要爆料咯 一个 周沐晨瞬间明朗了 又完了几轮 大家情绪逐渐高涨 酒瓶在周沐晨面前停下 显然已经喝大的林嫣然指着周沐晨 周总 你选什么 在我不祥的预感下 周沐晨勾起唇角 大冒险吧 好 格 那你欺你左边的人一口 林嫣然打了个酒格 目露金光 周沐晨看着他左边瑟瑟发抖的男同事 笑容僵在脸上 扑我终于忍不住 笑喷了 江主管这么开心 要不你代劳了 周沐晨咬牙切齿 我神色一灵 一本正经地摆了摆手 周总难道完不起 看着周沐晨吃瘪的表情 我更开心了 而一旁喝嗨的林嫣然 毫不知情 甚至还在等着磕CP 愣着干嘛 亲啊 呜 周总 来吧 一旁的男同事 悲壮地闭上眼睛 哎 林嫣然带住 这才发现 我坐在周沐晨的右边 在我不怀好意的注视下 周沐晨黑着脸 靠近那位弱小可怜又无助的男同事 突然扑通一声 另一边的同事惊叫起来 不好了 小林总晕倒了 我看着众人 七手八脚地 将林嫣然扶起来 后者气若犹斯 这酒后筋太足了 游戏就到这儿吧 大家自己玩会儿 然后他抓住了助理的手 小元 你把我送回房间 我有点晕 小助理连忙把虚弱的林嫣然 扶起来往别墅走 我扎巴了一下嘴 则 可惜了 但很快 我就笑不出来了 站在房门口敲了半天 房内林嫣然的憨声 时不时传出来 怎么了江主管 进不去房间了 跟在身后的周慕臣 好整以侠地抱着手臂 我冷冷地看了他一眼 是啊 周总 要不你房间 让给我 周慕臣突然捂住心口 那可不行 我听这边的村民说 这里晚上窗户会自己打开 椅子也会时不时动一下 邪门得很 还是房间安全 我心吓一跳 是的 我从小就怕鬼 现在听周慕臣一说 表面云淡风轻 实则腿都软了 下意识 往周慕臣身边靠了一点 周慕臣资着牙 让开一条路 江主管不介意的话 我的床分你一半 我看了周慕臣一眼 默默骂了一句 阴险 又看了看面前紧闭的房门 狡诈 然后任命地跟着周慕臣 往他的房间走 行李都放在林嫣然房内 周慕臣从包里 拿出一条白色的T恤 先穿我的吧 把衣服递给我后 周慕臣就坐到一旁的书桌旁办公 一副正人君子的模样 我洗完澡出来 他还维持着看文件的姿势 单薄的衬衫 将他的曲线勾勒得更明显了 我无嘴轻咳一声 我先睡了 周慕臣没有动弹 滴滴地嗡了一声 我先开被子躺了进去 海边的夜晚 还是带了些许凉意的 奔波了一天 又喝了点酒 我很快迷迷糊糊睡了过去 半梦半醒之间 感觉身旁的床微微凹陷 你回来了 我摸索着往身旁靠了靠 手下的身体有些僵硬 我不满地用脸蹭了蹭 天天加班都不陪我 耳旁传来急促的呼吸声 我眯着毛子 狐疑地抬头 你怎么了 周慕臣温柔地揉了揉我的脑袋 没事 你睡吧 我的脑子一片混沌 只觉得身上燥热 心里也躁动异常 又往他怀里钻了一些 我声音委屈 你都多久没抱抱我了 是不是外面有人啊 周慕臣嘀嘀地笑着 声音透过胸腔 传到我的耳朵 酥酥麻麻的 你还是以前可爱 现在一天到晚端着 太装了 我满脸疑惑 但还是听出周慕臣在骂我 愤愤地在他胸口咬了一口 周慕臣闷哼一声 下一秒我就被按住了 别闹 睡觉 听着他声音的语气 我立刻委屈了 污你好凶 你不爱我了 周一慕臣的呼吸又重了些许 握着我手腕的力度放松 我趁机正拖出来 两只不安分的手 从他的睡衣下摆身进去 姜姜 干嘛 你是不是不行 你说谁不行 周慕臣靠近我 语气危险 但我丝毫没有觉得哪里不对 傲娇得扬起下巴 你不行 一声冷哼 接下来就是不能听的了 一日清晨 我扶着沉重的脑袋 从床上爬起来 入眼便是一片狼藉 看了看身旁熟睡的周慕臣 和他身上那些 让我无从抵赖的痕迹 嗯 林燕燃说的对 这酒的后劲真的很大 我还在猛逼的时候 周慕臣也醒了 和我对视几秒后 他默默捡起地上的睡衣套上 这反应好像有些不对 看出我的疑惑 周慕臣露出一个落寞的笑容 你放心 我不会说出去的 怎么感觉 好像是我强迫了他似的 我知道你不想让大家知道我们的关系 我不会让你为难 昨天晚上是个意外 周慕臣苦笑一声 不是我说什么了 周慕臣可怜巴巴地望着我 那你想公开吗 公开什么 我迅速整理了一下心情 又恢复了往日的高冷 周慕臣捂着脸 呜呜呜 扎女 睡了就不认人 刚刚不是还说 绝不说出去的吗 我坐在床上 看着他细精上身 但不可否认 心里还是有些触动 就算喝了酒 也是我主动的 穿衣服出去吃饭 饿死了 我美好气地将衣服丢给他 自己飞快地跑进浴室 洗漱后 我裹着睡袍 敲开了林艳然的房门 睡得好吗 姜姜 我揉搓着他的脸 咬牙切齿 托你的福 好得不得了 在他的哀嚎下 我松开手走进房间 从行李箱里 拿出一条长袖连衣裙 换上 回头就撞上林艳然 笑得不怀好意的脸 今天 你和周木晨复合了吗 我撕了一声 又要去揉他的脸 你说你好好的 瞎磕什么 CP 林艳然冷哼一声 细长的手指点了点我的心口 你也不排斥啊 见我不说话 林艳然湿湿然 到我对面的沙发上坐下 姜姜 你当初为什么跟周木晨分手 明明你也很难过 面对我和周木晨关系的知情人 林艳然难得严肃 我低头看着裙摆不说话 既然放不下 那就复合呀 哪有你想的那么简单 林艳然歪了歪头 难道真的因为他是戏狗 不对呀 现在人不八块腹肌吗 我刚酝酿的情绪 瞬间烟消云散 赏了他一个清脆的脑瓜崩 说是团建 周木晨还是让大家主打一个自由活动 同事们一早就约好去赶海了 林艳然自然是闲不下来的 收拾了一番 就跑到海边的酒吧 去卸候泳装美男了 偌大的度假别墅 又只剩我和周木晨 你不去玩吗 我看着又在工作的周木晨 忍不住醋眉 公司刚起步 业务堆得很多 那你还组织团建 我坐在他对面 看着桌上已经堆起来的文件问道 周木晨自嘲一笑 不借着同事们的幌子 你会跟我相处吗 我业注 好像还真不会 见我沉默 周木晨一副了然的表情 你和林艳然出去玩啊 在这里多无聊 想陪陪你这句话 被我咽下去 我不自在地撇过头 我才不去做电灯泡 周木晨轻笑一声 继续低头处理工作 时钟滴答的声音 十分重眠 我靠在柔软的沙发里 只觉得眼皮沉重 再醒来时 已经是黄昏 周木晨处理完工作 面露卷色地揉着眉心 我突然有一瞬的心疼 他以前没有这么辛苦 醒了 嗯 要不要出去转转 我起身 伸了个懒腰问他 周木晨愣了一瞬 立刻点头 我换件衣服 傍晚的海滩 没有那么燥热 我和周木晨 在沙滩上慢慢走着 小心 发呆之际 周木晨突然揽住我的肩膀 将我拉到一边 刚才我站的地方 重重落下一个排球 不远处的几个学生模样的年轻人 一脸抱歉地小跑过来 对不起啊 小姐姐 没伤到你吧 我摇了摇头 示意自己没事 学生们把球捡走后 我继续和周木晨往前走 谁都没发现 刚才握住的手都没有松开 直到口袋里的手机疯狂震动 以为项目出了问题 我连忙拿出手机 群里的消息 已经到了九九家 有种不祥的预感 果然 林嫣然不知道在哪个方位 拍到了我和周木晨牵手的照片 发在群里 大家都炸了 傲默 江主管和周总 他们玩大冒险书了 你是傻子吗 傻子都看得出 他俩在一起了 而且江主管和周总住 同一间别墅 At临北宇宙独美 小林总 你果然知道什么 周木晨就见我呆住 疑惑地凑过来 看清群内的聊天后 也无语地呆住了 林 燕 然 在不远处酒吧的角落 我逮到了准备跑路的林燕燃 啊啊啊 江江你听我解释 我本来想发给周木晨的 不小心手滑了 我无情地朝各个方向揉搓她的脸 语气森冷 你发给周木晨干什么 你俩盛世说好的 一旁看戏的周木晨委屈 冤枉 林燕燃从我手中挣脱 一脸鄙夷地来回扫视 我和周木晨 呵呵 你们两个别扭的死情侣 一个马分手以后喝到胃出血 一个马在健身房一边露铁一边哭 还要时不时按戳戳地向我打听对方的情况 突然被拆穿的我和周木晨尴尬的对视 显然林燕燃并没有打算放过我们 双手插腰继续倒 放不下就复合呀 有什么误会不能说开的 今天你们不把话说清楚 我就跟你们绝交 难得看到气势如此强大的林燕燃 我和周木晨瞬间乖巧 你先说 为什么分手 被指导的我哼哼唧唧地不愿意开口 林燕燃两眼一眯 我猛灌了一口酒 他家里找过我 让我和他分手 林燕燃 这么俗 周木晨 呵呵 林燕燃还想说什么 我已经被周木晨拖走了 一路上 周木晨都保持着他的低气压 打开别墅大门 周木晨就将我压在门上 我在你心里 是这么容易能被放弃的吗 我低着头不说话 周木晨捏着我的下巴 迫使我看着他 说话 这么多年 这是他第一次 用这么凶的语气对我说话 我立刻委屈了 不分手 逼着你在我和家人之间做选择吗 你什么态度 周木晨松开 捏在我下巴上的手 转而捧着我的脸 细细地亲吻 好好好 我不应该凶你 我冷哼一声不理他 周木晨叹息一声 还好你是被迫和我分手的 不然 我真以为是我不行你才走的 周木晨在我脸上啃了一口 如释重负 我哀悠一声捂着脸 你是狗吗 周木晨勾唇一笑 嗯 细狗 我心虚地揉了揉脸 那不是为了 让你对我死心才乱讲的吗 周木晨撑着我身后的门 思考了片刻 随即弯腰 将我打横抱起 那我再让你感受一下 当晚 在我哀怨的目光下 周木晨给林燕燃打了个电话 嗯 我给你在隔壁包了一栋别墅 今晚别回来了 旅行接近尾声 我脚步虚伏地 跟着大部队到了机场 周木晨要去另一座城市开会 在众人揶揄的目光下 他揉了揉我的耳垂 声音宠溺 你这两天太累了 就不带你去了 你可闭嘴吧 一旁又是咔嚓几声 我一个眼刀甩过去 林燕燃默默收起了手机 周木晨先一步出发 我瘫倒在椅子上休息 手机不停震动 我也不想管了 所以 周总的前女友就是江主管 林燕燃发了个小猫点头的表情包 后机事理 大家都没说话 双手却是同步地在键盘上疯狂飞舞 at江江江江江 江主管不出来官宣一下吗 放肆 要叫老板娘 哦 对 老板娘好 我妈了 随便吧 在大家如火如荼的讨论下 我终于不情不愿地承认了 和周木晨的关系 周木晨更是高调 直接将我的办公室 搬到了他的办公室里面 周总 就算是情侣也该有点边界感吧 蒂恩次将他试图挪过来的办公椅推开 我只觉得头更痛了 周木晨别嘴 我是不是让你厌烦了 好茶 好一杯绿茶 在他楚楚可怜的目光下 我任命地将办公桌让一半给他 什么时候跟我回家吃饭 处理着文件的我抬头 对上周木晨闪着星星的眼睛 大型分手现场重现 呸呸呸 不吉利 周木晨捏了捏我的手 从办公桌里掏出一个文件夹 这里是我名下的所有资产 以后都是你的 你没疯吧 我摸了摸他的额头 周木晨拍开我的手继续 姜姜 我现在已经足够强大了 没有人能威胁到你 我的手被周木晨包裹 暖意透过皮肤传来 哦 合着是翅膀硬了 周木晨不满地扎嘴 你是不是浪漫过敏 我笑嘻嘻地 在他唇上亲了一口 周木晨眸色一按 当即就把我按在椅子上 一顿猛亲 周总 这份文件需要你签字 哎呦为光天化日的 林燕燃推开门 又飞快地退了出去 我猛地推开周木晨 脸红得要烧起来了 周木晨倒是一脸淡然 示意林燕燃进来 你下次进来提前敲门 嘖嘖 我又把头往文件里埋了点 恋爱归恋爱 还是要脸的 最后 我还是跟着周木晨回了家 介绍一下 这是我未婚妻 周木晨对着众人介绍 脸上没什么表情 木晨 这件事我们同意了吗 周富皱着眉 语气不满 周木晨凉凉地抬眼 我只是例行通知 不需要谁同意 他是我认定的人 周富一拍桌子 显然是被气到了 但很快 一道女生的出现 就让原本准备发作的周富 演气息鼓 你拍什么桌子 一旁的周木美目一瞪 周富立刻老实 收回的手在自己裤腿上 局促地蹭了蹭 周木拉着我的手 笑得温柔 你就是姜姜吧 木晨高中时就一直提起你 哎呦 这小子 怎么现在才告白 我尴尬的一笑 一旁的周木晨露出一个 意味深长的笑容 对着周木道 本来在一起的 后来不是爸爸派人去逼他 跟我分手了吗 周木嘴角的笑容脸去 扭头看着周富 皮笑肉不笑 哦 是吗老公 周富心虚地往后一锁 这不是怕他玩物丧志 家里毕竟那么大个企业 越说声音越低 周木晨似乎看热闹不嫌是大 又叹了口气 要不是我这次逼着江江 他还不肯说 爸爸 您太让我失望了 我静静地看着周木晨 真好带一杯茶 果不其然 周母黑着脸起身 我看你是不想过了 周富立刻起身去追 老婆 你听我解释啊老婆 看着他们的身影走远 周木晨靠在我身上 两眼冒光 宝贝 我厉害吧 我冷冷地看着他 嗯 田狗也是有遗传的 第二年春天的时候 我和周木晨举办了婚礼 周母说当年因为周富的缺心眼 让我们差点就错过了 他觉得很抱歉 于是自己做主 将周富名下的股份 转让了一部分 给我和周木晨作为补偿 我连忙白手说不用 但周木晨显然还不满意 又坑了周富一把 将他最能干的得力助手 调到了自己公司 自己带着我周游世界去了 咱们这么做 会不会有点对不起你吧 土耳其的热气球上 我靠着周木晨面路不忍 周木晨搂着我的腰 举起手机拍了个合影 没事 五十多岁正是奋斗的时候 我默默地住了嘴 有你真是你爹的福气 这边我和周木晨世界各地玩得飞起 我们的CP粉头子 却没了颗CP的欲望 天天在群里爱偷我们 周木晨 你们什么时候回来 我顶不住了 周木晨缓缓回了一个问号 林燕燃 你拿了一起来的涌动机 他不需要休息 怎么还不让我休息啊 周木晨看着助理发来的 这一季度的业绩报表 这不挺好 业绩突飞猛涨的 你也和人好好学学 别一天天不务正业 正在加班的林燕燃 at江江江江 你不管管 周木晨头疼的样子 捏了捏自己的眉心 不咒我老公说的对 林燕燃 你们这对过河拆桥的狗夫妻 我和周木晨屏蔽了群消息 虽然有点缺德 但挺爽的 燕燃不会生气吧 夜晚 我坐在周木晨腿上 有些担忧 毕竟是好闺蜜 也不能真看他过劳死吧 周木晨不满地将我拉下来 他磕了这么多年 CP 也是时候给自己找一个了 而且你猜我 为什么要把张助理调到公司 我脑子又开始混沌了 喘着气回答他 因为你想摆烂 周木然不满地责了一声 那老小子看上林燕燃很久了 我不过顺水推舟 啊 那你真厉害 我目露鄙夷 周木然坏笑一声 撑起身体靠近我 还有更厉害的 你试试 八块腹肌体力好的男人 真可怕 这是我昏睡过去前 最后一个念头 不过还好 我们最后还是落在彼此的手里了